如果今天徒弟不在 那我就担任四百条机场 我徒弟说了 钢会让我变得更强大 来吧 把徒弟教我的东西拿出来展示一下 怎么了 我教我徒弟狗夫儿 我徒弟教我钢枪 有什么问题吗 好看欧雪 用雷是吧 准备忙我了 像这种楼梯 可以站在这上面切第一人城 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啊打 熊火我们攻楼 可以抢个阵暴大 这些冲上就要打的小命 哈哈 变成小龙吓不你 敌人知道我的位置 等我先拉出去打他 但我可是个小精灵鬼 左手位拉出去打他 胜算只有百分之五十 但我趁他开枪 从右手边拉出去打他 胜算可就是百分之百了 如果楼上有脚步 先别着急冲 把手里的雷和火都丢出去 要么把他炸死 要么 他就会自己被迫跳双索人头 来了两个哈哈 还不拿枪是吧 偷袭 哎呀真香啊 还有鲤剑 有啦 在这儿趴好 简简单单钓个鱼呗 哎呀那该操作的时候不是已经操作了吗 年纪大了需要劳逸结合 来人了 还敢舔包是吧 趁我一弩 哎呀 这是谁呀这是 对我快来救我 来了来了 哎你怎么倒了呢 快拉我起来 这个包可费了 这家伙好执着呀 都倒了还惦记着舔包呢 你先倒呀 我去舔包 我也舔 我去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真是胆识过人呢 既然如此 那我就 再送你一弩 哎呀 你在优道了呀 不知道 他能拉我吧 好了你别再倒了 那怎么可能 哎呀 见鬼 这下应该没事了吧 这有事没事 不是我说算吗 吹吧皮卡丘 你在优道了呀 外挂 肯定是外挂 好啊 开挂打我是吧 看我不举报你 还想举报我 让你尝尝更厉害的 我去就是挂 直接给我炸了 这可雷 肯定是从 几万里丢过来的 我都没听见 吓雷声 算了大哥 要不咱们走吧 拉起来咋就撤 想撤啊 往哪儿撤呀 见过同意了吗 哎呀 我去躺了 打个支队 打个支队 谁是你大哥 哦小姐姐小姐姐别打 我都倒了好几次了 如果这下死了 我就真打了呀 不打你也行 你夸我一句 哇小姐姐你真年轻 呃你真会夸 你想不想吃鸡呀 想想小姐姐 那你来带我俩吃鸡吗 那我要问一问 我直播间的兄弟们 兄弟们 你们说我要不要 带他们俩吃鸡呢 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小答案吧